演藝的case 幾乎是都斷掉了 我因為跟一個經紀人所產生的一個漢格 然後我自己的演藝機... 感激少一個 沒事沒事 比如說一個經紀人他說 欸 你現在有個工作了 欸 那多少錢 工作多少時間 然後價格就這樣 你問這麼多幹嘛 不然你接到了 你就應該感恩啊 但我要講的就是說 這些事情過去了 這些事情過去了 好 前年的這個年初的時候 開始下定決心要去念這個法令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 學分班的法律學分已經完全修到了 民法的不當得令以及侵權 刑事這部分的話 強犯罪啊 怨然武律罪啊 聽這些課程就會覺得津津有惠 今年的話應該還是 還是會暴露這個檢視官 旁白歌報報 夾子主唱修滿法律學分討檢視官 撲合前經紀人因為利益鬧翻 穿啊穿啊 七彩李鴻人 讓我看頭最一個人說 欸 黑麥座5.3億撥片 海角7號裡的痴情苦手追GAY 因為名的人生也如他的紅歌 七彩霓紅燈好幾轉啊 那現在轉去哪了 現在改名了 對 映朗峰 我是用這種電腦算命的方式 算出來的5年前 我在捷運的時候 發電人家插隊的時候去干涉 干涉的時候被人家告 警察就來盤查我 我那時候突然感覺到 自己個人的這個法律的這個姿勢呢 非常的薄弱 無法保護自己 就開始去這個 臺北市的重慶南路的三民書店 看這個法律相關書籍 看出興趣來了 我去找這個刑法總則裡面看到 打擊錯誤跟課底錯誤的名詞的時候 我就發覺說 欸 這個就是我接下來要學習的一個目標 前年的這個年初的時候 開始下定決心要去念這個法律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 學分班的法律學分已經完全修到了 民法的不當得令以及侵權 刑事這部分的話 提放罪啊 東南五入罪啊 聽這些課程會覺得晶晶有味 今年的話應該還是 還是會報名這個 檢視官 剛開始沒念法律的時候 我覺得演藝事業是比較屬於人情義理 去念法律的時候 我發覺 每次合作的時候 能夠慢慢有這個 就是合約的出事啊 我們大家在合作上來講 會比較有的依據嘛 因此我在這個前年年底的時候 就跟前經紀人呢 就產生比較大的一個 和別人的情形而結束了合作關係 演藝的case幾乎是 都斷掉了 我懂投資啦 所以還是有一些 有一些cover回來這樣子 我覺得我不是物質上欠缺的人 但是我不能允許 我因為跟一個經紀人所產生的一個漢格 然後我自己的演藝機 幾乎是感情感 對 沒事沒事 比如說 一個經紀人 他說 欸 你現在有個工作了 欸 那多少錢 工作多少 時間 然後 價格多少 你問這麼多幹嘛 我幫你借到了 你就應該感恩啊 那你會覺得是有被他瘋傷嗎 我不知道業界會不會覺得說 我這個人是忘恩負義 我在與他合作的過程當中 那個整個酬勞的分配比例啊 佣金的酬勞 我其實是比一般的藝人 給他還有更多的 所以在這個情形之下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他 失去了這些利益 所產生的一個心理上的不平衡 但我要講的就是說 這些事情過去了 這些事情過去了 有時候覺得說 如果說這個演藝圈 因為這種權利益務的這個主張呢 造成我很大的一個 就是壯志男生的話 搞不好就也有可能 就是放掉了 在娛樂新聞沒關係 還會出狀元報導 這個新的一年 馬上就要開始了 祝三立新聞網的朋友們 祝各位三立新聞網的觀眾朋友們 祝三立新聞網的觀眾朋友們 榮年 天明開心 天明開心 開心 天明明天就可解消 心想死神 幸福滿滿 新年快樂 祝大家新年快樂 榮年行大運 榮年行大運 身體重如龍 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